字幕by bwd6 许多希鲁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itioner好 很感谢今天参加我们 江富省消防工具有限公司 舉辦了這場企業責任與社會責任的講座 非常感謝 今天我們很有幸請到了一位 佛教的大師 來做這場講座 用我們佛教的一句話來說 在場都維持有很深厚的一個福報的 接下來讓我們全體起立 以熱烈的掌聲 請我們的索達金碳波上師 金碳 接下來有請我們江蘇省消防 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長工委先生 先給大家致詞 大家請坐 大師他們先坐來了 今天真的是個好日子 應該說我懷著一個非常崇敬的心情 和非常感激的心情 能請到我們這個索達金碳波 能為我們進行一個企業的一個講座 對吧 這裡面有我們的朋友 有我們企業的員工 以及有我們的各界的一些精英 今天呢 我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索達金碳波 我們索達金碳波呢 是我們那個 斯達拉爾龍 這個五名佛學院的這個大碳波 是國際佛學這個理論家 他呢這個智慧深邃 知名度呢 飛沈海內外 曾經被邀請 參加過這個 人大 復旦 清華 牛津 以及這個哥倫比亞 哈佛大學的這個 國際知名院校的講座 大師把這個佛學 怎麼應用到這個科學生活 以及社會上相結合 對吧 然後這次我們那個主講題目呢 是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對吧 首先一 我們企業的社會責任 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圖像 並且呢這個裡面 我們 結合企業的社會責任 我們要做到 有高度 社會責任感的企業 對吧 然後 我想呢 通過今天這個講座 通過我們 索達基坎布的講座 我覺得我們大家可能能領會到 領悟到 更深層 深層次的這個理解 所以請我們大家用熱烈掌聲 請蘇達基坎布對我們進行講座吧 謝謝 謝謝 今天下午我們這裡有這樣的因緣 主要是探討企業的責任和社會責任吧 圍繞這個法題跟大家一起交流 今天也是很好的日子也是受伤的因緣 我想我們在座的各位主要是做企業的 同時也有社會科技人士 我個人應該算是很長時間都是在一個山口里面 學佛修行這樣的 然後後來這十幾年當中出來跟學校或者企業 包括有些建議還有一些解讀書這些都走一走 同時自己也想了解了解社會的各種不同的現象而已 其實對企業管理跟很多方面也沒有特別豐富的經驗 但不管怎麼樣現在的現象就比較清楚 如今這個社會說好非常好現在科技技術日益發展 我們前所未有的很多技術也好科技方便了 已經在我們人類的手裡什麼技術都是垂手可得 運用自如非常方便說不好的話可能現在這個時代當中 好像人們的心越來越浮躁 生活越來越亂 再加上我們的道德倫理也可能會有日益下化的趨向 見於種種種情況的話我們的社會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退化 也很難說從物質發展層面來講應該說 如今是非常有進步的整個全世界而言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我們內心來看不管是哪個國家 那個地方的人們 並不是那麼快樂當農業時期也好 工業時期也好 包括科技並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人們的心至少也是帶有一些寧靜的心善良的心快樂的心 可是如今因為生活接觸越來越快壓力越來越大 所做的事情越來越多工作也是越來越忙 這樣人的心也累 身體也累種種種情況就不斷地發生 所以我們到今天如果有人真正問 我們現在處於快樂當中還是痛苦當中也很難說 像經濟強硬的很多國家裡面的人 那麼跟以往相比较起來現在人們的幸福之數其實越來越低 一年不如一年我們很多有錢的人 有勢力的人 有才華的人 有相貌端严的這些人的話 其實在某個角度來講並沒有感受到最究竟真實的快樂 那麼這個時候可能我覺得我們關心一方面 我們不得不關心外在的物質生活 包括金錢的獲得 利潤的獲得或者物質的發展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們內心的自在 尋找內心的安樂這一點也許更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獲得內心的安樂的話 也許我們的金錢對入善亡 可是它最後所得到的什麼呢 一片空虛 一片虛榮或者一片喪感 這樣的話每一個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 獲得了一種美滿幸福的生活 所以有時候包括企業的話 我覺得很有必要學習內在的一些價值觀 通過內在的價值觀尋找也許很多人真正找到了自己 真正找到了我們所需要的生活 前幾年的時候有一個應該是一個電影吧 像剛這邊做的一個電影 這個電影的後面說悉悟的人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要見到自己 第二是要見到天地第三是要見到眾生 這裡面說我已經見到了自己也算得上見到了天地 但是眾生還沒有見到還繼續坐下去 其實這裡說起來也是比較簡單的 也是電影上的一句話 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裡面沒有特別深深的教理或者窍诀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 我們今天的企業管理跟社會責任 也可以有結合性地尋找一種共同點 所以我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不管做企業還是社會各界人士 首先要管理自己然後管理企業 再過後對社會有可持續發展或者對社會有真實的責任 想跟大家說三個方面 首先我們要管理自己的話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必須要具足基本的生存條件 這是任何一個宗教也好 或者說東西方的人和文化基本的生存條件沒有的話 人無法生存下去 因為我們就是愚界的眾生 具有欲望的是這樣的一個眾生 具有欲望的眾生我們需要有吃的 有喝的 有穿的 有住的還有基本的包括交通工具 通行工具 以及情感 自己的生活 親朋好友等等 我們諸如此類的許許多多的 跟人有關的生活的基本條件 要具足這樣的話首先人應該是自己要做人 要做人的話也是具足基本人格道德這樣的人 這種做人 東方有東方做人的方式 西方有西方的做人方式 但像東方和亞洲人人們一般都講 具有五千年甚至八千年的文明或者文化 但是真正這樣的文化 我們可以說一方面有這樣的漫長历史的 有文化的 非常優秀的燦爛的文化 但另一方面講我們可以說 現在在我們的家庭當中 在學校裡面 人在自己身上到底有沒有文化的因子呢 大家也可以值得觀察 我有時候感覺到我們現在人 傳統文化並沒有完全跟得上 那麼西方文化也並沒有嘴得上 現在都是已經站在不能不累的四字路口當中 因為西方文化的很多科技可能我們並沒有 接受到它的真實的傳統 真實的傳承 而傳統文化的話 我們現在許許多多的亞洲人 實際上是真正的傳統 也許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們給別人講是有多少年 可是我們儒家的思想在現在不管是服裝也好 語言也好 意識也好 行為當中有沒有很難受 道教的思想有沒有很難受 佛教的思想除了極個別的寺院當中以外 也可能比較少的 如是道以外有沒有其他的文化呢 實際上像每個民族都有一些古老的文化 可是現在基本上都已經斷穿上了 可以說服裝的話 那麼我們現在所穿的都是全世界共用的 基本上以西化為主 西施為主的 就是這樣的一種服裝 語言本來也是一個工具 在這個語言上它是一種載體 不可能有文化 只是多於一個民族來講 它是一個載體 除了語言 除了文字以外 我們現在真正的文化可能是在一些博物館當中 有一些古董 有一些藝術品 展覽品 這些可以有的 那除此之外 我們有時候是 用自己的智慧來想想些些觀察 我們每一個人的家裡所謂的文化 也就是說 意識也好 知識也好或者文獻也好 有沒有呢 基本上我們很難找到真正文化的基因 或者它的习氣 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會 現在有的所謂的文化 東方的現代文化跟西方的現代文化 西方的現代文化 西方的近代文化 大概只有幾百年的時間 現代文化 我們現在的文化是比較複雜的 东西方交融的 也不是古文明 也不是現代文明的一種現代人們追求的一個 也就是經濟消費主義的一種文化 那他們的思想是什麼呢 他們都是以消費為目的 利潤最大為目的 也就是說每個人自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和金錢 這就是基本上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 西方非常著重這樣的思想 所以現在不管是做企業也好 做很多方面的話 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是在某種意義上面 應該很難找到它的痕跡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要守護古文明的話 可能大家也應該站在歷史的起點上 遙望古文化的遺跡 這也是有必要的 今天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要是講的話 在這種趨勢下 在這樣經濟發展的今天 我們不管是年輕人或者中年人當中 真正尋找我們古有的文明或者古有的道德 人是越來越少 可能是比較年長的人 他們都有一些所謂的規矩 我們民間經常說是土上三尺有森林 應該是有畏懼心 應該是有恐懼心 有善有善寶 惡有惡寶的因果觀念等等 但這些基本上是可能比較年高的這些人當中 有這樣的一種概念 但80年以後 90年以後的很多年輕人 基本上這樣的意識也是沒有的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說法 我跟著我自己的心走 這是最可行的 我自己想什麼就做什麼 這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比較重視的 正因為這樣如今我們社會當中 許多人很難以想象的事情也是不斷地發生 因為現在年輕人確實是有時候 可能東方這邊的年輕人遇到了很多的問題 前一段時間我在一些大學里面他們都在說 現在大學生最大的困難就是接待 在學校里面不斷地接錢 我們很多年輕人的心目當中 我接錢以後父母來幫我還 但是你在網上的這個不可能有父母來還 後來最後發現的時候 可能自己都是沒辦法在學校里面畢業 還沒有畢業之前去要打工 很多學校現在面臨著非常大的問題 包括很多企業也是許多年輕人的心態 跟一般的普通人也好 正常人也好 有所不同的 因為他們不管是自己的費用也好 或者自己的收入就各方面有提前的考慮和匹配 自己有多少個收入 多少個支出 他用自己的智慧去觀察 但現在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管自己有多少的收入 反正我今天借 尤其是現在在網絡上如果消費特別容易 有很多方便方法 因為商家有各種不同的設計 而且這種設計跟廣告完全聯合在一起 他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呢 世界上是最帥的帥哥要喝什麼什麼的紅酒 最美的美女要開什麼什麼樣的款式的車 最舒服的家庭要飲用的什麼什麼品牌的用具 最快樂的人要做什麼什麼 很多的新聞也好 媒體也好 在上面給我們創造一個不斷膨脹欲望的信息 這種信息得到之後 許多年輕人不及後果 只是去尋找結果 而且這樣的尋找結果也有很多商家說 那你可以借多少多少錢 現在其實這種很多理念 應該是像西方的有些國家學的 但西方有些國家的法律是比較健全的 然後人的素質至少也是他有一定的醞釀 我們這裡剛開始網絡發達的時候 利用這一條的時候 很多人不說家破人亡的話可能家破人窮 很多人最後到達邊緣去 一輩子都是你打工的錢也是翻不出來 包括我們現在有些白領 覺得比男力還窮 他們心裡都特別不舒服 本來自己是大學畢業以後 應該尋找比較好的工作 結果不太好的工作他也看不起 他不願意大工 不願意做一些體力勞動 然後用一些其他的勞力勞動的話 很多的工作也是找不到 所以現在許許多多的這些問題 這也是可能社會問題也是個人問題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政治正念 或者自我約束的這樣一個道德 許多人也許過得並不是很快樂的 一旦一個人欠了很多的錢一大堆債務 也許他的生活過得不快樂的 如果生活過得不快樂心不會安定的 心不會安定的話 那麼整個生活的品質 質量都不可能好的 所以我想 第一個事情 我們每個人應該要有一個自我管理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話 最重要的是心理的管理 有一種說法叫做 我們心理的管理是最高最高的管理 也就是說 每個人他首先對自己的 不管是能力也好 智慧也好 各方面要觀察 尤其是我們心如果能跳得很好 可能是對自我管理更好 我不知道你們企業有沒有禅修 其實我們內心的管理最好是有一些禅修 有了禅修的話 我們剛才所講的一样 現在大多數的自我浮躁和自我慾望膨張 實際上來自於心的散亂 慾望過多的膨張 這樣而導致的在這個時候 與我們平時的分別念 平時的負面情緒 與他相反的一種寂靜的道來修行的話 這是可能最好的 以前佛教里面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國王他當時把所有的金銀財 全部都是布施給 發給大家 他就在整個國家當中宣布 說我要把我所有的財產全部布施給 如果你們要人去的話 可以去 當時有一個人他嫌得貪欲非常大 他過來說我要買房子 你能不能給我多一點的金銀財寶 然後給他移了一大桌 他坐了吉布鲁之後他就想了想 他說 完全不夠我光有房子不行的 我還要娶妻 娶妻子也要錢 你能不能再給我 這個國王給他布施又給金銀財寶 給娘醋 他就坐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說不行 光這個還是不夠的 我娶妻之後還有其他仆人的費用 我們平時對孩子的抚養等等 還需要很多的金錢這個也不夠 然後又回來了 然後最後這個國王本來想把所有的金錢 對老百姓全部都給他就發了這個願 但後來想說這個人真的很可憐 他什麼都需要 確實他很需要的 這樣的話就給吧 後來他說那我還不夠我後來子孫後代 每個人要解決的話完全不夠 你可不可以全部給我 後來這個國王給給他 給給他以後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回來了我所有的財富都不要了 他說為什麼 因為這些越多越麻煩 我還是要按住我的修行的道當中的話 這些都沒有也許是我更好一點 當然這個是一個可能我們很多人做不到 我剛才也講按照佛教的觀點 佛教的最基本的觀點 對佛教的經濟觀是什麼樣呢 就不多兩遍 不要太富裕了 太富裕的話 最後對你來講是一種壓力 對你來講金錢是一種壓力 而且這些金錢絕對不是你的 應該是別人享用的 一段時間你來保管 當你死的時候或者你災的時候 當時會轉移到其他地方 也不能太貧窮 如果太貧窮 那基本的飲食 住宿等等 這些生活也是沒辦法解決的 所以佛教一般基本的經濟觀就是不多兩遍 佛教里面有一個非常殊胜著名的一種發願 我們要發這個願 像出家人發願的時候他發什麼樣的願呢 我不要轉生到太富裕的家裡 我不要轉生到太貧窮的家裡 我轉生到中間的家裡 這樣我好好地修行但很多人發願的話 他可能不會發這個願 我一定要轉生到最富裕的家裡 很多人不會說我不要轉生到最富裕的家 可能不會講很多人想當富二代 因為富二代的話什麼都很方便 可能會這樣的 我那天弄大喝了一杯咖啡 他們認為不管講座的時候都要喝咖啡 所以今天也安排來了 原來我們去新加坡大概是97年 第一天我們大概有四 五個人 第一天我早上沒有吃飯到了中午的時候 有點餓 我要了兩碗米飯 從此之後我們帶了一個月 他們每天都是給我拿兩碗米飯 其他人是一碗米飯 所以如果我想做 還要做幾天的話 你們可能每天給我帶一杯咖啡來 七十歲月的也不是怎麼樣的也可以吧 下午可能有點困嘛 如果喝點咖啡也是很好的 我看你們也有水這樣的話比較平等 所以我剛才講的 按照佛教的意義來講 我們自我管理的時候 與自己的心管理是最好的 我們自己的心管理是最好的 心要管理的話作為企業 確實需要經常禅修 我看西方的很多企業 他們經常員工也好 包括高官 領導 包括像博音公司也好 還有Google 很多中部有長期的一種禅修的培訓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建議我們每個人肯定有比較散乱的心 這種心應該以自己安住的方式來 這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做什麼人 如果心散乱的話做任何事情都是沒辦法做下去的 如果心經常去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的心 那麼認識自己的心其實在這裡面有很多的奧妙 以前許多佛教的禅師通過禅修真正大持大悟 就政務了宇宙萬物 現在也是西方也好包括東方的很多成功企業 他們也是依靠禅修的方法來關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狀態一定要塑立正確地正著正念 如果沒有它我們可能很難建立自己的正前 所以我給大家建議今後如果方便的話 因为禅修其實有信仰的人也可以 沒有信仰的人也可以只要把自己的心通過安住 通過不做任何的分別念以這種方式來找到自己 用自己的心找到自己的話 當前社會當中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迷失方向迷失方向的主要原因 自己沒有找到自己 所以我建議現在稍微大家把自己的身體做斷正 做一個短短的禅修 把手在自己的肚臂下放下來 身體我們經常講的是披露扯法比較斷直的 眼睛逼也可以 不逼也可以 然後我們一起来可以禅修一下 這樣之後 我們的狀態完全都是以心可以建立 接下來過後我們一起禅修一下 禅修的時候身體稍微往前去一點 不要太往後 身體要做斷直 我們腳沒辦法打盤酒 但是可以坐在我們的凳子上 身體要斷直 最好不要動看細看 心就是專注 心要么是什么都不要执著 要么你要想 我到底是什麼樣 最好不要打瞌睡短短的時間里面沒有睡的時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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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大家可以手稍微抹一下就这样 好 这样 这是通过禅修来管理自己的心 还有一种刚才是心和身体 还有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咒语的做法实际上也不需要任何信仰 有信仰也可以 没有信仰也可以 这叫做什么呢叫做六指证言的训练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世界上有三种不可思议的 有一种不可思议就是药的力量 不管是中药也好 西药也好 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你吃了这个药以后很稀奇的 稀有的 这个智慧治好的或者智慧治疗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幻变不可思议 幻变不可思议也就是我们现在 网络和电信的力量它的幻化网非常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全球的这种网络也是 我们让它讲道理的话 只有可能个别的专家稍微知道 除此之外 很难说的 第三个 咒语的力量不可思议 不管是你有没有信仰 你有没有信心 但是念咒语的话 有些包括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有些人念咒语以后呢 比如说大白咒或者能烟咒 这样以后马上会有减效 这也是不可思议之意 所以下面我让大家挑衅的方法 嗡玛尼巴米红 这个咒语 这个咒语 我也许你们很多人都以前没有听说过 不管怎么样 应该是非常惯用的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嗡玛尼巴米红 平时这样念你们自己不管是坐车也好 或者坐飞机当然你没有兴趣没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包括你生病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我们人有这样的比较顺利的时候什么都不信 好像觉得这是这个那个 没有什么的 如果你不太顺利或者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 那就到处去求 念这样的 不如我们在正常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身体不太好的时候马上去吃药 身体平时好的时候不做自己健康的锻炼 这些都不做的话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所以我们建议要认识自己首先通过禅修来认识自己 或者通过念咒语来治自己身体的病 心理的病 尤其是我们现在确实社会上的很多人心理疾病比较严重 莫名其妙就开始产生一种心理疾病 忧郁症或者自闭症 就是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一种说法 叫十九世纪是非病 非病能摧毁我们的人类 二十世纪的时候 癌症来摧毁我们很多的人们 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疾病 精神病 它能摧毁我们许多人 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么多人当中 据有些报道当中包括我们现在这里 基本上可能十几个人当中精神有一些 有些是压抑的有些是比较明确的精神不良的症 那么这些症我们心理疾病是依靠心灵的方式来治疗 这个是最好的否则我们每天都是追求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多 然后不断地追求 不断地追求 最后很容易心理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所以我们该努力的应该努力 该奋斗的应该奋斗 但是这些压力和这些追求最好不要变成心理疾病的因缘 否则我们心理经常积累 一直积累 一直积累 到最后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 最后自己心理已经变成不正常 现在为什么各个城市里面心理咨询的话 那么这个行业是最好赚钱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不敢面对不敢跟父母说 不敢跟家人说 但是自己经常寻找心理的咨询师 或者到医院里面去找精神科或者心灵科的这些医生 其实这些医生当中 有部分的医生 他们自己也是从来没有这方面训练过 而且他们给别人讲的时候特别好听 但实际上自己也在另外找自己的心理疾病的咨询师 我遇到过一个非常会缩的医生 他说 我治了很多很多人 但最后我自己也开始需要治 那么我自己需要治的时候 我自己的方法好像不管用 我就去寻找别人的 结果别人的一些引导对我还是起到作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心理没有很好地去保护 没有很好地去调养的话 也许可能我们有了钱 有了房屋 有了豪华的车 其他世间的许许多多财物已经拥有了 可是我们的心里产生各种问题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发生各种各样情况的时候 那也许我们过得不一定是非常快乐 所以第一个我要讲到就是要见到自己 要真正地认识自己 尤其是作为企业家也好 企业的员工 一定要有一个平常坚定的心 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想找工作 找完工作之后心不定 稍微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马上衰退而离开了 这是大多数的疾病 很多年轻人他并不是为了工资 为了什么的 凡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不顾一切 也不顾自己的前途 也不顾企业的未来 想走就走 这种心态不是很好 应该作为一个企业先用自己的智慧去选择 选择完了以后不管是做什么 人在这个上面需要苦行的 需要努力的 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成果 我们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只是一个 蜻蜓垫水般的做一点点事情就马上成功 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我们经常网上看到这个成功之人 成功之人只是网上的一种宣传而已 有些人特别羡慕 这个人已经那么快的时间大中已经成功了 我要成功了 我一般的一些工作全部放弃 我要去创业 但是去创业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成功的 百分之七 八十 九十的人都不成功 为什么呢 所谓的我们在网络上和电视上看到的这些成功 这是一种特利 有特殊能力的 它的背后也许是它有百般的付出 才能它有这个成果而我们大多数人应该自己匹配的 工作和自己能力匹配的一些应该按下心来 这样你对这个工作到一定的时候有一定的经验 有了经验之后企业也是需要这样的 有经验的人自己也是需要这样的 每一次要换一个新的换一个新的 我遇到很多企业的员工他们都是已经换了无数次 到最后很多企业都不需要这个人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肯定心不稳定的 在这里待过一个月哪里待过一年 哪里待过几年 这样的话这个人肯定不稳 包括我们佛教徒也是这样的 我都有时候有些人想出家 我问我在那个寺院里面待过一年 那个寺院里面待过三年那个寺院里面 哦 我想他这里也是待几年就走了 那就对不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人有时候最重要的是心要稳定下来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应该是苦下决心 要做这件事情这样以后 逐渐逐渐自己的工作有成效的 所以我想很多年轻人 信浮躁的主要根源可以说不自量力 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 自己有什么样的福报 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功之旅呢 自己都不清楚 盲目地去装 最后自己也失败最后可能很多方面的损失越来越大 因此今天首先第一个事情 我们特别希望每一个人已经跟自己有缘的工作也好 有缘的家庭也好 有缘的朋友也好 你已经宣定了之后最好不要变来变去 要一个长期心 有稳定心 有耐心的 这样的一个人可能社会也需要自己也有安全之感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想讲一下 我们要见到天地的话 实际上作为企业也是一个小天地 因为当今社会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就业是非常大的难题 企业如今对整个社会提供了特别好的方便 当然所谓的企业后来从西方特殊的一种管理方式 传到了亚洲这边的 以前没有所谓的企业 就没有的 但现在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集体能帮助很多人 其实这个企业我觉得做得很好 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社会上造一个工作 一般是造公务员还有造医生 老师这些岗位 但这些岗位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怎么样 像我们那里一般是造公务员是非常难的 我们那天有一个公务员的考试 大概需要一百来个人 后来这个里面报名的人 我们是藏族的学生 报名的人大概有六万多人 一百个人有六万个多人来集 怎么能得到呢 像我们那些地方真的找到公务员 还有赵老师也是一样的 赵老师 赵医生可能他需要一个专业的知识 诸如此类 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人真正有一个安身之地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企业给大家创造什么样的方便 不管是吃也好 住也好 生存也好 然后工作给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这样的企业如果继续下去 其实我们如今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很多社会大部分的成分 依靠企业来养活的 而且企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 那么对每个人也是非常有前途的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作为企业的所有人 一定要有一个内部的团结也好 还有自身的一种学习能力 如果没有学习能力 我看现在的许多企业也是没有确定性的 因为竞争力非常强 现在市场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这方面抢夺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 一个比一个有办法 大家都在抢夺 我们现在应有的资源 而且可能有些讲因果的 讲良心的这些人 比较一直是传统的方式来一直等待着 可是有其他有些不择手段的可能以各种方式来 强壮我们所有的寺院 这样如今各个地方的企业其实也有一定的奉献 有一定不安全的因素 如果大家没有努力的话 今天你是几百人 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 但是如果因缘不好 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裁员 倒闭 现在我们经常不管是网络上都看到 尤其是人工智能第五季时代 这个变得特别快 所以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应该学会技术 学会与世俱进这样的技术 不仅是你们企业 包括我们现在佛教寺院也利用一些PPT 包括微信 微博以及网络各种工具 如果你没有应用 我们如今在非常纷乱的时代当中 那就很难以跟上这个时代 很难以适合这个时代 所以昨天我们领导这边也听说 你们这边现在用一般的智慧小方 利用现在一些PPT的新科技和新技术来服务大家 其实这种方法对现代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对整个建筑设计也好 规划也好 很多方面提供方便 其实如今网络对大家提供的方便可以说是前所为有 但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明锐的智慧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能很难使用它 一旦使用它那对我们自己带来许多利益 同时对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服务或者造福人类 这是有非常大的一种贡献 这是我们企业生存的话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价值 而且这种价值我们到了企业这个层面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是做向导 向导我们的社会 这个社会现在有许许多多特别不平等的矛盾的现象 所以企业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有矛盾的现象呢 现在最主要的是当今这个时代是贫富不均匀 贫富差别太大了从全世界来看 你们在座的人应该是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当今太穷了 我去年去了一些非洲包括柬埔寨 前几年一直去过很多世界上特别穷的一些国家 也去过一些非常富裕的国家 这个时候人有时候自然而然自己想到 为什么我们在同一的南天下 同一在一个地球上有这么大的差别 如今有些新闻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现在全球每一年当中大概是七百多万 七百多万儿童因为饮食不具足 饥饿而死的 七百多万 八亿人 他的饮食 粮食不具足在饥饿的状态当中 然后十三亿人处于特别贫穷的状态当中 十三亿人 这样境界条件特别不好的 大概有二十多亿人 但是这个是很奇怪的 我们各个国家金钱并不是很缺少的 联合国有个众部在那里 每天都是他们卖军事设备的中枢的通缉 这个每一天的交易额数百万美金 各个国家都是在卖各种各样的军事武器 每个国家都在卖 从那个地方看得到全世界卖武器的金钱 所以我们现在从世界的正面来看也好 从全世界而言穷得太穷了很多人在饿死 像叶门 还有南米比亚 马拉威 这些国家整天都是有很多孩子饥饿而死的 而很多国家 有些富贵的人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资产他们已经拥有了 包括国内现在穷得太穷了 连工作都找不到三顿饭都是非常困难的 而富裕的人 钱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银行里的数目而言 对他而言 几百亿 几千亿就没有什么 我前一段时间去演讲跟一些人一起吃饭 他们一直在缠组上讲几十亿 几十亿 我个人对金钱并不是很重视 有也好 没有也好对我来讲这是无所谓的事情 但我心里面想这些人把几十亿 几十亿 对一些贫穷的人对贫穷的这些地方 如果真正要做一些事情那钱才有意义的 否则在个人的账户上这样赚 到一定的时候也不是他的 他一个人吃 住 用的话在即生当中是有限的 你再怎么样享受再怎么样摄持生活也许也没有什么的 虽然现在西方有些消费主义是他们这么讲的 所谓的幸福生活金钱应有尽有 金钱应有尽有自己享用这就是幸福的生活 他们对幸福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有金钱的人很多人都是睡不着 吃安民药 经常睡眠不是很好的 在豪华的车里面也是苦生年偏 就各种各样的情况有 所以我觉得企业的责任实际上应该企业对老板负责 老板对企业的每个人员工负责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事情 最后一个讲一下社会责任 其实企业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应该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企业其实是一个小的社会 因为企业那边大概有一百个人的话 这就是一百个家庭企业对一百个人 如果吃住方面解决的话对一百个家庭提供方便 这样社会的细胞也是这样而组成的 因此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企业里面的人 他得到的分红或者他的薪水和工资的问题 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回馈社会 服务社会 这是我觉得企业存在的价值 大乘佛教里面有一支叫做什么呢 不求自己为安乐 但愿众生离痛苦 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利他的思想 并不是自己获得什么什么抹去的利益 自己哪怕是中间得得不是特别多的话 我们先以企业为主然后回馈到社会 就像我们社会上的确也需要帮助的很多人 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像世界福福 华人属福 他们都有这种福 但是以前有一些企业家他们说过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属福 应该是变成属福 负担的福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责任 对受要的责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以前李嘉诚 他后来成为华人属福以后他说过 他今生当中要做三双事第一双事 他说他的父亲早年的时候已经死了 当时没有条件治疗 所以他一部分金钱拿来做治疗 因为我们世界上现在还有一千一百万人 经常治疗不良而死去的造势 所以这是他做一双事情的 第二双事他以前很想读书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条件 自己也喜欢读书但是这个没有条件 所以后来都是没有很好的读成书 所以现在他部分的资金拿来注血 然后第三双事说教育很重要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教育很重要的 所以他要想做学校后来做山途大学这样的 我以前也是去过确实他们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他的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做善事和做慈善 这是一些富贵人的一种娱乐场合 这不是这样想的 应该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种能力 哪怕是我们每个人每个月的工资当中 百分之一 百分之多少能帮助我们的 哪怕是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病人 这样的一种理念也许我们可能做得更圆满 我们的价值在一个利他性的方向 在利他性这样的种子下 企业最主要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个人的管理或者企业的责任 和社会的责任最关键就是 我们要静下心来认识自己 同时我们有一颗利他的善心 如果有了这两个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应该可以面对的 因为自己的心可以自己能掌控 经常操作自己的心 而且我们有快乐的心 同时 我的所作所为即使我做得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要想帮助别人的这么一颗善良的心 那这个社会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我们每一个企业家也好企业的员工 为了利他而活着 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也是非常光荣的 好 我就讲这么多 请绝对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提问 那各位有什么想要向看部 就是提问的 可以大家有决的举手 今天这个看部也好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企业中有很多是做餐饮行业的 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 或者是亲人是做餐饮这个行业 那做这个行业 会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到一些命令 那他们还没有学到这些善知识 或者这些缘分 没有具体的同时 我们能做一些什么 可以让做餐饮行业的亲人或朋友过失小一些 这样的 以前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叫 挫折扰扰扰扰的大德他说过 他说我们 人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其实不伤害任何众生的这种很罕见 比如说当农民的话可能在挖土的过程当中会杀很多的虫 然后当农民的话他当时挤牛奶这样的话 对一些小的牛肚他的食物也有抢夺 他的牛奶有这样的 还有可能当农民的话也经常杀猫牛有这样的 然后做工人的话可能在做供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伤害一些虫类等等 所以做产业可能会有一般伤害不是特别大的 这种情况可能贵有的 但是这位大德说凡是有些生活可以通过忏悔来清净 不是我故意杀的我只是做农民做工人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有些可能直接跟杀生有关系 比如说开饭店里面直接杀生这些可能很难开许 最好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方式来代替 当然我们可能有些已经固定了这个产业 也有一定的困难 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有一个佛教徒 他说他的房子声音很好 但是他开了海线的店所以他很想把它转让 但是因为他法律上有一些签合同的时候不允许 他很希望经常想把饭店倒闭 结果好像声音越来越好有时候倒闭不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人因为自己各种不同的因缘 可能有些杀生 有些事也难免的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好能改变 如果实在不能改变 那可能只有想念金刚萨埵按照佛教 最好以这种方式来忏悔 感谢师傅 接下来还有我想请问的 今天的课题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都是做企业的 这些实话我们也觉得 这个佛教对于我们企业的一些高层来说 其实他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东西 远远的不仅仅只是在经营 他的技术层面上的一些 和经营管理层面上的一些知识 而更多的是一种心态的调整 而往往这种心态的调整 对于7个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发展的节拍 包括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过程 包括甚至是低谷 都会带来一些直接的影响 但是我们说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我们做经历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有些时候还是认为自己能够去改变一些东西 但实际上未必 比如说企业在遇到瓶颈的时候 企业在遇到市场下满 而且又甚至无力去解决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集团高管和财英 可能会心腹气躁 那么我们这个心啊 进不下来 不只说我们只看眼前的东西 或等待我相信明年后年或者这个机 情况会好转 而更多的事情吧 并没有办法去沉下心 去思考 系统性的思考 你所面临的状况 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甚至也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佛家讲的这个 财源 这个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这个 并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那么 因为没有系统性的思考 所以也会出现一些 采取的方法不得到 采取的方法 杀取其他 甚至有些时候 可能是 因为要急功近利 而 采取了一些过渡的其他 我想作为企业的一个经营者 就是说在佛学方面的一些 我们讲的道行方面的一些研修 我觉得应该需要到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境界 那么也希望当时能够推荐 相关的一些佛学和一些事物 包括可以跟我们的国学 儒家 道家相关的企业思想相通的部分 可以把它归纳出来以后 给企业进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入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 我们通过这个上师 能够告诉我们一些 有一些 非常直观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直接的方法 比如说 在遇到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快速地静下来 那不是说就一打坐 我想那不是这个概念 还是怎么样让自己心静下来 让这个决策者能够冷静地 全面思考企业的发展方向的问题 只有这样 我觉得企业的这个 他的责任和他的社会责任 他与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才能够再进入一个良心的回道 我想提这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用的方法 能够让决策者心静下来 好 我的方法还是禅修为主 可能佛教在企业的财富观上面 我觉得有一个是很重要的 佛教里面讲我们的财富 包括做经营的人 应该自己拥有的做商业的财富分四份 有一份做土自用 有一份保存 不要动以后用危机的 永远也不能动 有一份可以自己享用等等 有一份做善事 做这些 所以一般你在成功的时候 你自己的钱财一定要分配好 不能到最后群家当产 所有的员工连工作都发不起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到最后平静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佛教思想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个人所拥有的这些财产并不是常有的 就像佛教里面讲一切有为法 如梦如幻 如电 依如电 应作如是观 世间的财富也好 名声也好 很多都是确实是变化多端的 我们很难预测的 今天是我的 明天是他的 很有可能 但我们得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稀奇般的获得的 我们很多人原来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 非常贫穷的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财富 就不知不觉着已经拿到你的手里 但很有可能有很快的时间当中 滚到别人的手里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佛教自己如果拥有的情况下 佛教的《阿含经》当中已经讲了 我们财富应该分为四分 尤其是我总觉得是 尤其是如今比如说经济消化或者一些金融危机 在那个时候企业家自己存有一些 十分之一的金钱一直不动摇的固定资产 那就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他可以用来解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 我建议企业家要学习佛教当中的《三圣经》 这个《三圣经》企业管理 尤其是企业的每一个员工 对人际关系的配合方面非常好的 因为《三圣经》里面对父母之间的关系 对领导的关系 对仆人的关系 对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对夫妻之间的关系 所以人站在中间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面 我们人都有上面有领导下面有自己的员工 还有亲朋好友 周围都是人 所以跟这些六种不同的人的中间 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绝世 这是《三圣经》应该作为企业的人际关系 处理的最好的经典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最好是用禅修 心经下来这个很重啊 第二个是应该用自己的智慧 智慧和禅定是所有抉择最好的方法 有了智慧 有了心经下来的禅修的话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非常坚定地解决 最后结果也是因人而解的 鼎礼上师 我想请问一下 比如说家里面长辈生病 在他特别虚弱的时候 是给他放一些我们佛教的音频比较好的 还是说我自己给他另外送经比较更好一些 就是希望他快点能好 两个都好 一起一起是吧 对 好 赶紧上师 我们经常这样的 就是一遍给他送一遍就能放一些 因为他现在比较虚弱 对对对对对 赵总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首先想尊敬的卡布资金 奇怪了 刚才周总也提了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你刚才提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管理好自己 第二个是管好企业 那么首先管好自己呢 是来掺心 要自己把它管理好 那么在管理心的这个过程中 通过什么办法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 包括我们年龄稍大的一些 怎么样子能把心把它管好 这个我想听听大使的见解 谢谢 确实 管心不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的心就像是夜后一样的 它刹那也是不停的 但是我想管心可能传统文化当中 包括佛教里面有很多管心的方法 通过禅修也好 通过无我也好 我也说是利他的心 这些虽然可能带有一些宗教的思想动应的 但是的确我们在世修的时候就非常有 因为我们心如果没有很好地去调伏 很难得因此佛教的最主要特点 有一个叫做诸我母主 诸善佛像 自尽其业是诸佛教 他这里面讲的自尽其业意思就是说 要净化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佛教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调伏 烦恼越来越大分别念越来越重 那佛教的威力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平时在行为当中 当然关心的方法有关禅修当中是特别多的 我们可能今天短短的时间当中很难的 因为禅修有盛文成的禅修方法 大成的禅修方法 密成的禅修方法 这些全部是挑衅的方法而且密成的挑衅方法 我们现有的各种贪嗔痴 烦恼 分别念 当你认识它的本性的时候这些都不是烦恼 这些完全成为另外一种智慧 这样的认识可能需要有一种比较系统性的学习 就这样以后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 这个机会比较难得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每个赛中的每个人都有家庭的责任 而在家庭责任中体现最为吩咐的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课的 有很多的家长都面对孩子已经到国外去上学 留学 还有孩子即将送孩子去上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能管理一个企业比较好 但往往我们再管理一个孩子上 甚至还不如一个企业 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方面 可能是确实存在的一些 是不是跟所谓的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方面 所形成这样一些不必要的担心 或者也有可能是确实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方式 带来了这个对孩子未来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的 所可能产生的一些不确定因素的这样一种担忧 我们讲我孩子马上即将去加拿大读书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跟孩子他妈非常担心 就是怕他到国外以后 一个中国的一个 在中国长期十八年的这个学习经 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意识的一个孩子 到了一个西方的国家 他 这个我想可能在意识文化领域 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肯定 包括生活习惯啊 包括一些观点方面肯定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差距 那么我们就担心这个孩子 会不会在这方面会形成一些冲突 那么会带来一些学习上 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那么作为孩子来讲 可能他认为这是一种方便 他觉得这个 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年轻人 年轻人 包括我们的孩子 可能他们在他们的理念中 是无望而不省的 这个 这个能够走遍遍遍 这个 这种理念方面这样也差 我们家长也担心 孩子对未来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不恐惧感 未必是真实的 所以我想我们也存在一些苦恼 想找这么好的机会 听这个上师 给我们去家长解读一下 看怎么做也帮我们未来在新的领域里面 在新的国度里面去参加学习这些孩子 也给一些指导和帮助吧 这样的 其实从总体上讲应该去西方或者去其他国家 有多数的机会的话这是我个人认为对家长也好 对孩子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如今这个时代应该是全球化的时代 尤其是现在音语应该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语系 它基本上是覆盖全世界 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飞机里面介绍的时候 第一个是音语但其他的语言不一定是主流的语言 全世界都这样的 所以孩子在这样的一个音语世界当中去读书的话 对他整个长远的未来而言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所以给他创造这样的条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从细节方面来讲可能传统的观念有些冲突 这是难免的到了西方以后 国内的很多父母的观念他要孝顺 要听话 他一定要以后是按照我的传承要传宗接代 一定要延续这样的后代他有很多的要求 可是到了西方以后很多的思想是比较自由的 我都遇到过有些包括父母是有些科学家 有些老师这样的 但是孩子他特别喜欢外面擦鞋的 这样的话父母都根本不制止因为孩子爱好 他从小都是喜欢这个行业所以随缘吧 那么孩子如果在这样一个自由思想的世界当中 难免跟我们父母的原有传统思想会有一些冲突 但这种冲突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包括现在中国大城市里面基本上跟西方的思想 就是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西方的包括哈莱坞也好 各种信息一直熏染不像几十年之前的传统 现在很多的思想已经继续化了 将来可能还要更快 我想我们传统的思想跟现在的西方思想会有一些变化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不能面对的 只不过有一件事情 这些孩子们到了西方去读书以后 他们自己需要的时候他们有西方的思想 比如说父母不要给我避婚 父母给我留一定的空间 那个时候他用西方的那一套 西方很多到了十八岁以后 包括自己打工 自己挣钱 自己挣学费 这方面中国的很多孩子还是依赖于父母 父母应该给我买房子 给我买车 应该买什么 所以有时候中国留学的不仅仅是中国 很多包括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 到西方去留学的一些 这些孩子们一般是用传统的一般是用西方的 这个是他自己喜欢用的 他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要用 我给我自由 你不要给我逼着这么这么 然后有一部分你为什么不给我提供钱 我还是需要这个时候他要传统文化 用中国的这种意义 他自己需要的另一部分的时候 他用按照他的同学和他学校里面的有些习惯来用 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应该在某些上面能圆融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很多留学生 他到了那里以后不太想回来 这也是可能你们要考虑的事情 因为到了那边以后他们有很多的理由 这里的气候很好思想很自由 还有空气如何如何好食品如何健康 然后如何如何他们很想在那里待下去 这个是当然极个别的他们还是会回来的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包括我去过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很多中国留学人也是 到了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的时候 他就做各种准备在那里要待下去 但是给父母直接不敢说 到最后就开始结果报告给他 他这个时候全部都已经定完了 美国和加拿大很多学生也是这样的 他到了那边以后觉得这里还是挺好的 在最后以后要定居 当然在那里住下来其实并不是很快乐 因为那里所谓的研究生 博士生 对他们而言不是什么文凭一定要打工 如果没有的话一般的华人到他们高层的一些级别当中去 真正要当白领几乎很困难 所以到那里以后并不是特别快乐 但是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喜欢待在那里 这也是我看到的有一些现象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机缘的时候他们看看世界 对众的来讲还是好一点 还有一个他们有个别的学生 受到西方的有些学生同学的影响吧 因为西方的个别同学对父母根本没有报恩的信 那么他们也有对父母觉得跟我没啥关系 然后对父母不像中国那样 到了那边以后对父母好像没有特别的恭敬 感恩 这是个别的一些同学也有这个习气 这方面可能是值得跟他提前的大预防证 谢谢坎夫 坎夫 您好 您今天的主题是关于责任 对自己负责和对于企业负责以及对于社会负责 那么对于企业的角色层和管理者来说 他是这三个是说先管理好我自己才能管理好企业 然后才能对社会负责 还是说在管理企业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 来管理好我自己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 经营好企业的同时要回馈社会 要服务社会 那么这让我想起了就是说佛教的一个理念叫舍得 往往有一些企业家或者是说经营者来说 他可能考虑到说当我的企业的我要回馈社会的时候 我的利润巨大化这个目标很可能就要受到影响 您看这两个问题如何平衡谢谢 刚才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一个人他自己的做人做事非常有责任感 这样应该是对自己负责这种人在企业当中很难得的人才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做任何事非常可靠而且有效 这种人应该是对社会也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分开吧 一个人不管是他的能力大小或者他的作用大小 但是如果对自己心态非常好再加上做事特别稳妥 这样的人在企业里面他一定会对企业负责任的 那这种人对社会也是有道德少少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利他心的 应该说有善良的心 利他的心还有具有智慧的 当然没有智慧的光有一种利他的话这种慈悲比较容易退变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所谓的舍得或者利润最大化的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 其实没有矛盾我觉得企业的所有财富 一方面是企业家包括员工大家分度努力的一种结果 另一个方面这是来自于社会 应该是对社会有一些回馈或者对社会有一些付出 这样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你给给他 但实际上自己自然而然得到这是一种规律 就像银行里面存钱实际上不断地存钱 你的钱不会用忘的如果你拥有的这些全部都用尽了 那以后到一定的时候自己也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舍得也就是做布施 这些应该是跟企业的思想有关系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上是非常 像世界术福不管是巴菲特也好 比尔盖茨也好 扎克伯克也好他们是怎么样落卷 怎么样做慈善 但是越给予的话反而得到的 然后有些企业非常吝啬的 连一点对社会回馈都没有 但后来慢慢走向倒闭 所以这是我认为一种规律吧 包括阿里巴巴也好 虽然他们有些企业家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评价和看法 不同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他们的这种方向 战略思想上面 有一些给予布施和给予奉献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他得到的回馈 可以说是舍有得的这个规律就完全可以了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利润最大化的另外一种方式 虽然西方可能他不一定会这么说 西方有些境界学家的思想 那我一定要通过我的手段来直接得到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为什么现在做慈善的这些企业家 他们越来越得到与众不同的财富 这也是应该有不公的这种因缘 接下来两个怎么样 最后两位 尊敬的上世仁波切您好 是这样子的 我的弟弟他非常喜欢沉迷于网络的游戏 他闲暇的时间都用来打这个王者荣耀啊 传奇啊这些游戏 然后很投入 一边打一边会 上来啊上来啊 把他杀死啊 帮他杀死啊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这种杀人的念 会不会让他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受这个果报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善巧的来劝解有这种爱好的人 因为我知道佛教讲这个起心动念是很关键的 他一直有这个杀人 尽管在虚拟世界当中他有杀人的这个念在这个地方 我想知道会不会在现实中受到这个果报 这样的他的这种虚拟世界当中 杀人的这个念头有没有过失呢 是有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 产生恶念的时候有一种恶的果报 当然这种恶果并不是说杀人的果报 是产生恶性的这样恶分泌念的一种果报 不过像很多喜欢用虚拟世界的这些 这些逐渐逐渐它培养成什么呢 就培养成恶习 所以现在我们监狱里面有些杀人犯 我经常去监狱里面问有些犯人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特沉迷于网络打游戏就是杀人 因为后来在现实生活当中 经常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这些人马上用自己的方式来捅一刀 捅一刀或者这样的杀人 所以现在虚拟世界包括打仗也好 杀人也好 这样的游戏其实对我们很多少年和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也没办法了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我那天坐飞机的时候 在我身边我旁边也是有一个人 也是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的 在飞机上他开始打 一直打 然后我也一边坐飞机一边跟他看 我看不懂就这样 他就一直不断地飘飘飘打 然后他一会儿特别开心笑起来了 一会儿很伤心在那里坐很长时间 好像特别痛苦的样子又醒过来又开始打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真是已经沉迷在这样的 网络世界这也是特别麻烦的 将来他们可能会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有许多不太合法的行为很容易做出来 所以说可能我们现在要阻挡的话 这也很难因为他们已经上瘾了 他们网络的瘾比毒品的瘾还好一点 如果毒品的瘾那真是可怕的就没办法改的 它完全成了一种化学反应生理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也尽量会只有改变 除此之外可能也没办法 那我们今天的提问班杰就当时提出了 今天非常有荣幸 请看部听到您的开示 非常地感谢您 谢谢 谢谢 对 请大家曾经一起让我们一起空中的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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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